西兰花脆片 西兰花脆片 可以当小吃吃 也可以和主食搭配一起食用 脆脆咸香可口 很美味哦 材料有西兰花和芝士 西兰花切小颗洗净备用 西兰花蒸熟 西兰花蒸熟 蒸熟的西兰花取出 烤盘铺上烘焙纸 淋橄榄油备用 西兰花压扁成片桩就可以了 我是用玻璃容器 也可以用玻璃瓶或杯子 能够压扁西兰花就可以了 压扁的西兰花吸干水分 换一个角度示范给大家看 看了很疗愈对吧 烘焙纸上撒上香菜 也可以放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我这里放的是卡金调味粉 少许黑胡椒盐 少许黑胡椒盐 西兰花排好 再撒一些在西兰花上 也拎一些橄榄油 撒上满满芝士 一些橄榄油 送入烤箱烤20分钟 芝士融化了好香呢 芝士西兰花脆片烤好了 看了就很有食欲哦 这个食谱真的很美味 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吃的哦 记得要试试了 家里开派对会有聚会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食谱了 边聊天边吃一下就吃清光了 上网找了些关于西兰花的资料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西兰花还有留带葡萄糖肝 人体可以将其转化为抗癌物质 西兰花的抗炎 抗氧化和富含纤维的特性有利于心脏健康 它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 维持正常血压并促进心血管健康 每天应该吃多少西兰花 典型的一份是每天一到两杯煮熟的西兰花 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脏气和胃部不适 西兰花被认为是超级食物之一 它是一种天然营养丰富的食物 如果每天食用可以帮助您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或发展 超级食物是指营养丰富且热量较低的天然食物 西兰花的纤维抗氧化剂和抗炎特性有利于心脏健康 它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 维持健康的血压并改善心血管功能 西兰花中的纤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化 这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如果西兰花有强烈的气味或异味 就把它扔掉 西兰花应该有紧密的花蕾和坚实的精 患有某些健康问题的人 例如服用血液稀释剂或患有肾脏疾病的人 可能需要避免吃西兰花或减少食用量 西兰花可以生吃 但用沸水快速焯一下 可以使其口感更脆嫩 并带出其风味 西兰花也可以蒸炒和烤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派对小吃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00多个米饭垫饭锅食谱哦 喜欢烹饭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 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aime P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